大家好 我叫蔡志超 我还有一个艺名叫做黄焕画虎 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农村 农村呢 人都特别喜欢劳动 我妈妈也是这样 因为她怀我八个多月的时候呢 还去劳动 然后结果被农具啊 一不小心碰了肚子 冻了开气了 然后呢 第二天 凌晨我就出生了 早产呢 给我带来特别多的不良的影响 第一个不良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骨头特别的影响 软 软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可以跟我身处了 做一个互动小游戏 跟我一起做啊 一起做啊 对 然后绕到后边 这样啊 摸自己吝啬这样 这样 我说这个段子说了半年了 从来没有人摸到过啊 根据你摸到的位置呢 其实就能判断这个人的出生月份 比如说大家摸不着的 说明是俗月的 像我这样能摸到耳朵的 什么是八个月的 然后再往上有人 再往上 能够摸到头顶 记住了啊 那是章鱼 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 你还真不太适合做脱口秀 整个过程 首先你很声色 还有点紧张 可能一个确实 我这个段子的质量不高 回忆我再改啊 再段 再练 还有一点是 它那个氛围实际上 不是讲氛子的话 其实难度还是相对比较大 因为大家还是要 要来看这个 还是那个氛围有点怪 有点怪 除非你能力特别强 可能能够扭转这个技术 我其实有一点担心 其实你是一个选择逃避的人 就是你 你包括脱口秀也好 包括你的一些文字也好 其实你 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 让他自己感到 我可以戏虐人生 我可以去调侃别人之类之类 但那你忘了自己 你八年功龄 知道你的简历场 写你八年功龄 我们一直在想挖掘 你身上积累出来的 那一点点东西 从你最后的才艺表演 我们发现 其实你啥也没有积累 这个时候穷是 你没有积累的结果 穷不是原因 对吧 这是结果 那你现在 真的要想想 如何重新定位 你比方说进企业 你从一个文案编辑开始做起 可能对你来说都算不错的 你一开始上台就说 我比某某公众号要高级一点 其实那时候我是有点期待的 结果我发现 我一点都没有找到 他们说的很多东西都是对的 都是我原先确实生活中 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不敢面对这个挑战 或者是不敢就是说去逃避一些事情 这个他们分析的是对的 我想说的是 其实今天我来到这儿 一定成的也是做好的这种 就是从现在开始就是很勇敢的 或者积极乐观的去面对 以后的生活 其实就是做好这样的准备了 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一战 直接性谈钱不上感情 我给的条件是5000元 工作岗位是文案 一点可以是北京 可以是上海 你有什么问题 是5000有家吗 有 这是底薪 能及时发工资吗 为企业要黄 这个你不用担心 他不但能及时发工资 还得以高 五险一金还都得有 对 这是劳动法规定的 当有一个松鼠AI 给他抛出一个岗位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他会觉得 先是感谢 但他居然很奇怪地说 能按时发工资吗 我们觉得其实这个问题 所折射的是他内心的那种不自信 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松鼠AI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松鼠AI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谢谢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就是不接受这个 谢谢再见 是觉得薪酬太低了 对对对 他给到这样的薪酬 我觉得从我今天的表现来看 是好像还可以 但是我自认为就是因为 我没有准备好 我今天其实来的时候 我脑子预想了好多次 无非就两个 就是要不就成功 要不失败 我其实已经预选到可能 失败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为什么还要来呢 实际上就像刚才 各位姐家们说的就是 你别说了 你回去之后 你重新拿起你的笔 写有价值的文章 先把自己老婆孩子养 其他的以后再说 好 好